Photoshop Beta版中的Generative Feel 生成式填充功能 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所耳闻 使用Adobe Firefly的AI功能 对图像进行重绘或擦除 尤其针对那些有瑕疵的AI图片 修复起来特别好用 最新的Photoshop Beta 25.0版本中 新增了一个叫Generative Expand 生成式扩展的功能 在原本生成式填充的 画布扩展功能上做了优化 你有没有想过 除了扩展图像之外 它还可以扩展视频呢 今天就教大家 怎样使用这个功能扩展视频 Let's go 在这之前 我先来解释一下 这个功能的实现原理 本质上它还是静态图像扩展 扩展的视频 最好是固定镜头加长镜头 不适用于高速运动的场景 比如说像John Wick这样的电影 在保持原视频场景 和构图一致的情况下 新增静态元素 可以理解为为原视频 加了一个合适的相框 我选的演示视频是 动画秒速5厘米中的一个场景 步骤一 剪出不同镜头的片段 精确到每一帧 将每个镜头单独剪出来 找到切换镜头的那一帧 剪开片段 再往前拉 删掉背影出现的特写镜头 因为特写镜头很难生成合适的内容 我把原视频中男女主角擦肩而过 以及之后火车出现的特写都去除了 步骤二 将剪出的片段拖到Fotoshop中打开 在右侧的图层面板中 点击视频组一 确保我们等一下新增神的图层 是在最上方的 然后在左侧工具栏中 选择裁剪工具 在最上方调整裁剪比例 在清除比例的情况下 可以自由偷动选框 我现在把它转成9比16的竖屏 调整好选框后 点击Generative Expand 文本框直接留空 然后点生成 生成完毕后 将新的图层长度 拉到跟视频片段一致 挨个预览生成的三个结果 如果都不满意 就再次点击生成 通过无数次重做 找到你最满意的结果 找到合适的结果后 我们导出视频 点击左上角第一列的文件 导出渲染视频 把帧数调到30 渲染 之后就是重复这个过程 把所有的镜头扩展完毕后 在视频编辑软件中拼接起来 就完成了 下面请看对比效果 怎么样是不是很简单 不过对于视频编辑来说 这只是一个取巧的办法 而且适用的范围比较短 Adobe Firefly 后续会推出真正意义上的 AI视频编辑工具 比如环境音效生成 动态场景生成 光照和阴影的自动调整 特效字幕的生成 甚至是根据文字 生成手绘场景和动画预览 如果想了解更多新鲜有趣的AI资讯 请关注我的频道 下期见哦 拜拜